苹果日報的消息來關心 台北市內湖高工的制服廠商 被學生給投訴 他們更改夏季的校服上衣材質 疑似是拿部分的舊款來混沖新款 結果現在很多學生拿到的夏季制服 材質都過厚 很多學生就說夏季制服跟桌巾一樣 穿起來超級悶 而廠商他們後來也坦承 是把冬季的長袖剪短改成短袖之後先交貨 校方已經要求廠商要必須接受這個退換制服 那現在也已經超過上百位的學生要求要退換